第十课 中国的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文化与经济 二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 商业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 曾几何时 某些市场上鱼龙混杂 假货充斥 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开展的 如今它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课文 中国的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中国的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启动于1995年底 当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道德观念 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人们对商业领域存在的 假冒伪劣现象反映强烈 原国内贸易部决定 在全国开展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教育引导企业员工 严格遵守 严格遵守 诚信 公平 情义 服务的商业道德准则 努力形成 为人民服务 对社会负责的良好道德封赏 当时 北京 上海 天津等城市 30家大型国有商业企业 发出不受假货倡议 成为第一批示范店 随着参与部门的逐年增加 在工商 质检等有关部门的 协调配合下 以真诚赢得信誉 用信誉保证效益 以成为商贸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作为国家 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的 南京市湖南路 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 谁砸湖南路的牌子 就关谁的门 而失去在湖南路经营的机会 就意味着失去可观的经济财富 因此商家非常珍惜 在这里的发展机会 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 逐步转化为商家的统一认识 现在 全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已从1995年的12亿元 增加到2005年的近50亿元 湖南省陈州市 八一路商业街上的经营者向社会公开承诺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语言文明 代课礼貌 对消费者的投诉 不推 不拖 不刁难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而苏州市已有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国家级示范街一条 示范店四家 省级示范街两条 示范店三家 2004年 该市就提出了 将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向整个城市延伸 要建成全国公认的 消费放心城市 让苏州成为真正的购物天堂 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之所以成为商贸企业和消费者心中的一块金字招牌 得益于活动主办者的不断创新和深入 首先 活动内容不断创新 全国示范店最初提出诚信经营 不卖假货的承诺 接着又发起 联清 联退 联换 联修的四联服务一体化活动 后来又增加了联营内容 实行五联服务一体化 活动内容也由原来的 以不卖假货为主 拓展到诚信建设 优质服务 术文明新风等诸多方面 其次 管理手段创新 管理部门有起初对示范点进行松散管理 后来发展到网络化 卡片化 档案化 系统化管理 管理手段不断规范 实现了由以打为主 向长效监管转变 最后 活动范围逐渐实现三大延伸 从过去的以百货商店为主 逐步向超市 便利店 专业店 以及连锁企业 餐饮业和批发市场延伸 从以大中城市为主 逐步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延伸 从以国有流通企业为主 逐步向国有 集体 股份合作制 非公有制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延伸 三大重点 2006年 中宣部 商务部等八部门 对百成万店无假货活动 曾做出具体安排 一是 在解决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 下功夫 狠抓食品质量安全 加强流通领域 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的诚信建设 把商品虚假优惠 药品价格和通信服务资费偏高 以及虚假广告宣传等作为重点 下决心解决这方面存在的违法促销 价格欺诈 质价不服问题 二是 重点服务广大农民群众 动员示范街骨干企业和示范店 集中开展送货到农村 进乡镇活动 为农民群众提供 质优价廉的日用消费品 在春耕秋种时期 将优质化肥 种子 农药 及其他农资产品送到他们手中 三是 继续扩大示范街示范店数量 既要抓硬件建设和综合治理 扩大影响力 提高知名度 又要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增强软件实力 提高美誉度 使示范街示范店成为繁荣地方经济 改善投资环境 展示精神文明风貌的窗口 新形势下的新特点 到了2009年 315中国消费者权益日前夕 中宣部等八部委 又联合发出通知 对2009年 深入开展百成万店 无假货活动 做出新部署 一是要在促进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 吃穿用等方面 特别是食品方面存在的假冒伪劣问题上 有新举措 要强化乳制品销售环节的监督管理 二是集中开展送货到乡镇进农村活动 集中开展家电下乡活动 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名义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三是在全国集中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乐活动 以食品、家用电器、农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汽车配件等为重点 开展执法检查和执法打假活动 确定3月7日至14日 为农资打假下乡活动宣传周 四是进一步宣传绿色消费 培育绿色市场 开辟绿色通道 通知要求 各地要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 设立举报站 投诉台和流动执法车 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2维护市场秩序举报投诉 12365打假举报质量投诉和12358价格举报电话网络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回首十余年来走过的道路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 在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下 成效斐然 在新的历史时期 期待这项活动向洒落人间的甘霖 浇灌出更多更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花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奉献力量 生词 假货 强烈 风尚 倡议 示范 协调 真诚 赢得 信誉 不成文 规矩 杂牌子 杂牌子 关门 可观 珍惜 承诺 优质 待客 刁难 监督 延伸 公认 天堂 摩 箭 金字招牌 得意 创新 深入 一体化 联营 诸多 松散 卡片 卡片 档案 规范 长效 连锁 餐饮 批发 热点 虚假 资费 资费 违法 促销 欺诈 骨干 春耕 化肥 种子 农药 质 治理 美誉 部署 举报 投诉 申诉 斐燃 斐燃 期待 洒落 甘霖 构建 和谐 专有名词 南京市 湖南省 称州市 苏州市 说话训练 声词 挂号 内科 科室 外科 骨科 眼科 牙科 小儿科 腹科 肿瘤 针灸 西医 急诊 冲剂 素容 药剂师 一 看病 马克 昨天上午 你没来上课 病了吗 嗯 昨天早上 我突然头疼 大概感冒了 今天好点了吗 已经好多了 头也不疼了 还是得好好休息 免得感冒厉害了 但是 今天我不想再缺课了 看大夫了吗 看了 昨天上午就去医院了 你觉得在中国医院看病麻不麻烦 还算方便 我先挂号 然后再按号等待医生看病 我得的是感冒 所以挂内科号 我挂到的是八号 不同的病要挂不同科室的号 你知道这些科室汉语怎么说吗 除了内科 医院还有外科 骨科 脑外科 胸外科 眼科 牙科 小儿科 腹科 肿瘤科等等 这些都属于西医 而中医在中国很普遍 我在挂号时 看到医院还有中医的内科 骨科 针灸科和外科 挂号还要注意什么 如果你病得很急 或者病得比较重 就要挂急诊号 这样看病就比较及时 那么说挂号有普通号和急诊号两种 是吗 还有专家号 如果你要找著名的大夫看病 可以挂专家号 当然挂号费也贵一点了 大夫说 我的病主要是感冒着凉了 还有一点发烧 不过不太严重 不用打针 吃点药就行了 大夫给你开了什么药 这次大夫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你是从医院的药房买药的吗 是的 我拿了药方 去付费窗口 记账付钱 医院收费 现在用电脑操作了 用电脑可快多了 也更准确了 付完费 凭着电脑账单 就可以去药房拿药了 看来在中国看病 还是很方便的 说话训练 二 服药 前几天马克生病了 请了病假 今天才来上课 才走到教室门口 他就碰到了约翰 马克 你的病好点了吗 才吃了两次药 就已经好多了 什么药这么灵验 是大夫给我开的中药 效果很好 中药吃起来是不是太麻烦了 每次都要煎出药汤来才能喝 大夫这次开的是药片和冲剂 不用煎药 冲剂是不是开水一冲就能喝 和素溶咖啡一样 对 药片就更方便了 一口开水就咽下去了 你能看懂汉语的药品服用说明书吗 我学汉语时间还不长 不全看得懂 不过像一天三次 一次三片 或一次一包什么的 都能看懂 还有饭后或饭前服用 温开水送下这些事项 你也必须注意 我对自己的汉语水平 还真有点不放心 拿药的时候 我就仔细问过药房的药剂师了 没想到吧 看病吃药也能学习汉语 听力训练 后车 声词 软卧 软席 卧铺 车厢 做火车 多旅行的人比坐飞机的多得多 今天我们就要坐下午六点的火车回上海了 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坐火车 因为来北京的时候 我们乘的是飞机 下午我们一来到火车站后车大厅门口 就发现里面人多急了 比机场后机厅的人要多上几十倍 火车四十分钟以后就要开了 幸亏我们来得还早 不然要穿过拥挤的后车大厅 时间还真的有点紧张 不过假如你愿意多花点钱 就可以买软卧票或软席票 他们有专门的后车室 那儿空得多 也舒服得多 因为这趟列车是傍晚开 早上到 要在路上走一夜 所以大部分是卧铺车厢 有的学生和年轻人愿意做硬座车厢 因为那样更便宜 软卧车厢则分成一个个小房间 每个房间四个铺位 两个上铺 两个下铺 比较宽敞舒适 而硬卧车厢的旅客则比较多 每个车窗边上有六个铺位 两个上铺 两个中铺 两个下铺 因此 一个硬卧车厢能乘坐更多的旅客 我和约翰 一个下铺 一个中铺 我们终于上了车 上车后 我们把旅行杯囊放到行李架上 这时 列车上的播音员告诉大家 本次列车快要开了 希望送行的人们赶紧下车 我们这才靠车窗边坐了下来 欣赏着车窗外繁忙的景象 感到自己是那么轻松 快回南方了 明天早上醒来 我们就要看到车窗外 秀丽的江南景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